你看这个盆上面全是水碱吧 这个花也嘎了 你看这个水碱也挺大的吧 这个花长得也不精神了吧 就是说很多的花友问我 这老花一你这个酸碱度怎么控制啊 怎么判断啊 什么是洗酸的 什么是不洗酸的 今天呢就这酸碱度给大家唠一唠 聊一聊 你要明白啊 你能见到的植物 只要是你能见到的 它都是洗酸的 只是有一部分叫耐碱性比较强 就是你怎么理解呢 就跟人一样它都是怕水的 只是有一部分游泳比较好 懂了吗 你像我们北方的杨树柳树 大槐树 小麦啊牡丹这些个 它叫耐碱性强 它也洗酸 知道吧 这话说 老花一人大自然界里面 这的那的 你发现了吗 南方大多以那种洗酸性花会为主 是因为他们那边雨水多 所以说花耳们 一直给花耳们道道什么事 你们在养花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 可以多储存一些雨水来浇花 它有的花耳就是听不到心里去啊 你要盖它这个点 有的花耳说 老花又没有雨水怎么办 那你也知道一个叫软水设备 还有一个叫空调水 还有一个就是净化过的水 就那种桶装的嘛 饮用水嘛 那种碱性就不会很高了 但是有一个小的缺点 就是容易微量元素的缺湿 你看 就是会出现这种叶子发黄 这种就是缺微量元素 所以说部分地区的水质确实不行 我记得是有一个云南 有个地方是 昭通那边嘛 有一个线 他们的牙齿全是那种 你看十几岁的孩子 就跟六七十的老烟民一样 都是一个道理 那像我们大棚里面呢 我们会采集一些个雨水 这个就是一个蓄水池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困水 我们会把水自然的困起来 一个是为了方便这个 浇的时候气温 就是不会 气温太冷 就是你也知道 你要是出着大汗浇一盆冷水上来 容易感冒 还有一个呢是可以往里面加一些个药物 或者是肥料 这样会比较方便 像我们大棚里面如果大面积用的话 如果水减确实高 我们就会用到净化设备 你看这个也是因为减性大 有的话说这这个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 我们等冬天把叶子全部冻没了 第二年的时候会及时的跟上肥料 这段时间一直跟肥 但是黄了的叶子就没办法了 我们到了冬天的冻掉之后呢 我们加上肥 它第二年春天再长出来的就会好很多了 明白了吗 你看吧 这个桶里边的这个水 就是我们经过净化 我们现在喝也是喝这个水 就是用的这种净化设备 那就是这个了 这个叫反渗透纯水设备 用的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从水井里面抽起来 抽起来之后呢 经过这套设备过滤一下 然后我们会存到这个水池里面了 然后抽包你往下看 都是青涩见底的 特别清 然后我们也会给它盖起来 省得污染了它 所以说养化这个东西呢 关于碱性膏 最关键的问题 它就是出现在水上 你看我们这好几组的这种反渗透纯水 还有一个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边养化的话呢 让你们整一个这种纯水设备 可能有点麻烦 还有的有的话 已经遇上了这种碱性膏 你像我们大棚里面 这种设备一般不用 只有在我们出货的时候才会临时的 临时抱佛脚吗 临时用一下 你画我们日常养的时候可以用反飞水 这个就是反飞水了 也卖了好多年 它是一款发酵的产物 那有的话人就说了 你视频我看到这你就是个骗子 多多少少都是为了卖货 当然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你也可以用硫酸压铁和柠檬酸之类的去调节这个酸碱度 就像什么呢 你感冒了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个药方 可以自己采药自己抓药自己熬药 有必要吗 因为已经给大家做好了 既能调节涂氧酸碱度 又能去补充一些个营养 你也可以当营养液一样去用 一瓶就把问题解决了 外面也是想着省心 你看我们那边也用了很多空瓶子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会用 它比较中和比较多效 我们山东人吃馒头有几个自己种麦子 自己磨面自己发面自己蒸的 你得懂这个事 不是说老花一为丽是独 我们卖好多年了一直在卖 好吗 效果确实 还有一个呢 就是繁肥水可以治疗这种黄化病 你看这个我们就用过几次的繁肥水 你看叶子开始慢慢的变绿了 但是你想那完全变绿是不可能的 我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教材的 你要正常来说 如果是出现大面积的黄化病呢 是给它剪掉 剪掉一茬之后呢 再去用繁肥水 再长出来的新的 就会很绿了 明白这个事吗 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种就是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其实我们剪了以后呢 花友们就看不着了 我们就留着每回直播的时候 给大家当一个教材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希望能够解决这种花友的问题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长一 白了 臭宝 呗 在薄酒员 Music 如果发生的 是团队 柔队